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 切有沒有產生一個5 然後呢 並且又幫我切回來 如果說你最後呢 假如說我就要停在這個位置的話 不切回來 你可以自己再到程式裡面這一行 取消選取之後 最後呢 取消選取之後的話呢 再切到 看要不要切到最後一個 這個的話切到哪一個呢 切到是 我們可以切到 他查的那個 查那個名稱叫做什麼 叫X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切到X的話 OK那比如說今天 再查一個 如果我不切回來 而是切回到 查詢那個結果讓 User直接看結果的話 那就按確定 他就怎樣 直接會 直接 直接應該切 查詢2 這個這個我把這個中斷點 OK 6 再改一下 那以此類推啦 但這自己再改一下OK 沒有執行他 還是我 寫了OK 那就是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啊 因為我上面有一個下面有一個 可能搞搞搞混 OK 這邊的話我想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那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我們再插入一個新的查詢界面 第二個的話呢 把上面的查詢 複製貼過來 加上欄位 跟關鍵字修改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也沒 那底下的話就是 再用傳遞參數的方法 傳給他欄位跟關鍵字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查詢界面有三個按鈕 就分別乘語查詢 解釋查詢 例句查詢 你們就可以 用傳遞參數的方法 就可以 讓他自動去 產生要的結果 那第三種查詢方式 這個前面也有講過 就是說 我今天希望在這上面 這個是input bus的按鈕 另外在旁邊 再增加按鈕 是 把這個表單叫出來 那這個表單 我 我叫做home好了 所以他的這個地方你可以再增加個sub 有沒有一個sub 那這個sub的話 就插入程序裡面 就是 名稱我叫啟動表單好了 那啟動表單裡面就是home home.show 他就show出來 對不對 前面有講過嘛 那再來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叫做 label label就標籤 分別 拖拉一個 然後把它改一下 乘語 名稱 字大小修改一下 那個 顏色也改一下 那我的習慣 改完一個之後呢 我就怎麼樣 就 Ctrl按著 下下拖拉一個 兩個 有沒有就複製嘛 然後 這個地方用什麼 用那個 文字方塊 一個 那我明